领导敬我酒 要不要硬着头皮喝 两位辩手是 刘峰 副首尔 我不喝 因为我的领导是马东 他没事敬我酒 说明什么 说明已经喝多了 我和他认识四年 私下沟通不超过十句 其中五句是 哈喽 能有什么感情 他突然敬我酒 这种不理智的行为 我是不可能迎合的 我不会硬着头皮喝 我要提醒他 金主不多可都在这桌哟 京东 汤师傅 作业帮 同城 四位金主 海量以待 偶偶带喝 他全然不顾猛进我 合理吗 虽然我受得起 但是一个优秀员工 就是要在领导 跑偏的时候保持清醒 我提醒大家 领导年纪都不小 风竹残年 英雄气端 本人味就喝没了 那点可怜的酒量 我要帮他喝出效率 不然他第二天醒了问我 金主呢 我总不能说你猜 这是第一点 我的领导身体不好 其实大家身体更不好 对吧 硬喝没有必要 第二点 看题目 敬你酒 逼你了吗 主动开启自杀式奉陪模式 干什么呢 还有 你状态不好 就很容易喝醉 哎 奇葩说 又多几个新变题 酒后骂领导狗东西 我要不要辞职 喝多了主动给伴侣看手机 我错了吗 爱人在我们喝挂之后 立刻找到了另一半 我应该祝福吗 哇 都是正方 喝酒考验的是综合素质 我的同事染高明 娘成那样 酒量也很稀酸 但她另辟蹊径 就靠一曲舞女类 喝垮了多少豪杰 还帮我挡酒 这也告诉我们 在职场人缘很重要 不要小看 弱不禁风的同事 能帮你挡酒的 未必是硬汉 最后 我觉得含泪饮苦酒 不是给谁面子 相反 它是对一个领导的差评 我们总是渴望得到 领导的赏识尊重认可 却不问自己 是否回馈了同样的价值 如果你信任认可一个领导 当她敬你酒的时候 你看到的不应该是 流淌的权利 那只是一杯酒而已 如果她不配得到 你的认可信任 那更只是一杯酒而已 对待领导 应该平常心 在身份上尊重她 在人格上平视她 所以任何人敬我酒 只要我不想喝 我都可以不喝 因为卑微的迎合 不是尊重 平等的对话 才是尊重 让我们互相尊重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刘老师 一位酒文化推广员 拿到这道遍体 我只有一个感觉 还有 正好是 那我可得硬着头皮 好好跟领导喝一喝 我一共有三个点 第一个点是 喝酒再且不谈 头皮一定要硬 在我们青岛的 参与文化里 不要说是领导 但凡是个人类 敬你酒 你都得硬着头皮喝 你还得让他 硬着头皮跟你喝 你俩比的就是 谁的头皮硬 男子汉大丈夫 顶天立地 瓶子就是头皮 你就要告诉他 胡思耀爹地 胡思耀爹地 因酒瓶 我们平时在公司里 是不是挺憋屈 领导说啥就是啥 领导指哪咱咱哪 对咱呼来喝去 要我喝溜了 今天他终于喝迷动了 开始敬咱酒了 此等好机会 你不得硬气头皮 跟他一绝刺熊 你担心你喝不过他 没问题 你们就团结起来 所有的小酒量 都拧成一股声 兵分实目 推杯换斩你来我往 你们只要不是两瓶 货香正气水的量 我估计这个领导 也就玩不到后半程 太好了 太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 这是第一个点啊 不能松 然后我的第二个点是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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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尊重领导 他是不是很可怜 很可怜 我们有点良心吧 他敬你酒是尊重你 我们是不是也该尊重尊重他 但凡敏一口呢 给他个台阶下 好 我的第三个点是 人与人之间的尊重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尊重 我说错词了 我第三个点是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大家知道为什么 会有干杯这个动作吗 为什么 是因为害怕被毒死了 古时候人们举起酒杯 使劲把酒 往对方杯子里撒 如果有毒 大家就同生共死 这个动作代表了什么 这个动作代表了信任 能举起酒杯的 都是想要和你 一心换一心的 你不喝 他就干巴巴地站在那 我就没有时间了 最后总结一下 人在江湖走 怎能不喝酒 人在江湖飘 谁能不喝高 好 时间到 来 各一分钟时间 做手段开始 能喝的人问这个问题 是凡尔赛 不能喝的人问这个问题 是争无奈 不能喝 喝出洋相 怎么办 那就酒后行为表演艺术家 酒后行为表演艺术家 但是我不行 而且你喝了一杯 就得另一杯 你知道领导的脸像什么吗 好 就像中奖品盖 上面写着再来一瓶 你要不要继续 用这头皮喝呢 喝 怎么不喝 头皮就是硬 对 你看啊 他就是喜欢喝酒 我看他头皮一点都不硬 他头皮松得像做死怕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主动进领导呢 在这儿等着领导进你 你喝酒不都得领导先去鬼吗 为什么 我可以先进领导表达尊重呀 你不是非常尊重领导吗 你等着他进你 然后他进你 你一饮而进 是不是 那么能喝先进他 这就是酒桌文化推广员 给你普及普及 领导先再三杯我们再喝 那是哪里的文化 我怎么不知道 一般都是我 对啊 我能喝我就先进领导 我不能喝我就装怂 这才是酒桌文化 有点意思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马老师敬你酒 你喝不喝 不喝 他不敢敬我酒 因为他知道我不喝 这个趣事谁都不敢 跳一下就跳了 行吧 为什么 你可以回复我敬酒不喝喝法酒 你回复我回复我 那就舅舅不喝喝法酒 那就舅舅不喝喝法酒 我不喝 刚刚时间到 行吧 行吧也还行 开杠还有选手 教导对方怎么问自己的 刘老师 我觉得你刚才挺硬汉的 你怎么碰上丈母娘 就改成这样 因为她姓刘 你专科姓刘了是吧 姓刘的男人都怕我 刘教授也姓刘 他也怕的 我是怕的 刘峰 你有什么要嘱咐我们的吗 刚才你对自己的开杠表现 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没什么要解释的 我觉得那个 你老公挺幸福的 白療grades 猗拷 凡耳赛骂人 tiger COM 好 来 每个人30秒 节变开始 我很想成为少尔杰苦中的人 вин语 我替杰总结一下 吴欲则刚 但是我们又有几个人 能够做到呢 我们 谁喜欢勉强自己 这个领导的酒 敬得也好 罚得也罢 我们一生中总会遇到 但是支撑我们喝下去的 是因为我们有 我们背后更值得坚守的东西 一个真正的硬汉 也许会失诚地图 但是它的脊梁骨 永远是直的 它撑起的是对生活的担当 和对家庭的责任 时间到 好 十二 三十秒 四个职场真相 第一 如果你能力不够 领导过高的关注和期待 毫无意义 只会给你增加压力 第二 能陪领导喝酒的人多 能帮他解决问题的人少 他更看重后者 你的未来根本就不在一杯酒里 三 当你能为领导创造 不可替代的价值 你敬他酒 他得硬着头皮喝 记得提醒他 意思就好 可不要贪杯哦 四 人永远有选择 要扩大自己的选择权 就从拒绝一杯 不想喝的酒开始 谢谢大家 漂亮 他这几天太强了 来 我们给他们两个投票 正方刘峰 反方布首尔 请按键 五 四 三 二 一 loc day 88-11 42张 officers 六 二 在刚才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丝的担忧 有 有 有点紧张吧 但是我觉得刘老师表现挺好的 主要是没接触过 我觉得他的表达方式 是很有趣的 其实他是有点 超出我的预料的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人 其实挺可爱的 刘老师 你没有觉得 这道题里面 其实你对领导这个事 也不太感兴趣 敬酒也没他的关系 头皮硬不硬 也就是那么一说 你主要的观点 集中在喝上 主要就是喝 好 这康永哥投给了 硬汉刘老师 对 我觉得他在英文 跟中文中间 创造了另外一个语言出来 他刚刚那个 Who is your daddy 我一直在听说 你听听说 对对对 挺厉害的 然后真的就是 面对傅首尔 还能够侃侃而谈 就挺放松的这个人 他可爱耶 他可爱耶 我觉得可爱人说 那个 首尔 最近老刘还好吗 还好 然后回去他鼓励我 他说你最不怕的 就是姓刘的男人 加油 好 那就这样 傅首尔成功晋级 祝贺你